中秋懸案 今天就讓大家當起偵探 來幫我揪出那個 mine call 謊言的人 喂 婉倫 我是想要找你禮拜六 跟我一起烤肉啦 小君啊 那天不能陪你啦 有加倍工資 先這樣 哦 好吧 怪我電話還很喘 喂 小君 怎麼了 喂 Shana 你禮拜天要不要跟我一起烤肉 不行欸 我那一天 要上班欸 而且是 Double薪資 蛤 過我電話 喂 我知道你六日都有事情啊 你禮拜一禮拜二要不要烤肉 禮拜一好了啦 因為只有禮拜二有雙倍的工資啊 所以我答應老闆禮拜二來上班 喂 大家好 我知道你六日都有事情啊 你可以 好 那就禮拜一見 偵探們 你們心裡有解答了嗎? 中秋節不能考漏 還要去上班的朋友們 你們知道連假薪資到底要怎麼算嗎? 其實中秋連假四天當中 只有一天 不只要加班費 還要Double Pay 根據勞動部的規定 如果你是週一到週五上班的人 而六日休息的話 假設你月薪是三萬六的話 這樣平均除下來 你的時薪就是150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算算 連假四天 你的工資到底要怎麼算? 第一個就是你休息日去上班 根據勞動部規定 如果你上班兩個小時 他就是要多加給你三分之一的工資 不過誰會去上班兩個小時 當然是八個小時上好上完 所以超過的時間 他就是要多加給你三分之二 這樣一天算下來 你就可以比平常多拿到七百塊 欸 值得吧? 那如果你是 國定假日去上班的話 只有那一天 中秋節月圓輪團圓 而休息與你一圓 那一天上班你就會有 Double Pay 兩千四 值得吧? 那你知道誰在說謊了嗎? 我需要更多的錢錢 來換我的自由 放假當然就是要陪寶貝啊 他不會知道我見色萬有的 Double Nice 那你知道誰是那個 蠻扣謊言的人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揪贏三分手 我們下次見 掰掰